台北市的同安街 也有一间没有招牌 没有装潢的面线跟老店 店里头只有两盏很昏黄的灯光 而外头还是铁皮屋搭盖的 一般人经过 根本不会留意到里头 有一家这样的店 但是店里头的面线跟 让人吃了就难以忘怀 因为面线里头 不只有喷香的大肠 还多了香浓肉根 只不过老板很低调 始终不愿意做宣传 也因此想吃的客人 还得靠着熟门熟路的老饕带路 才能一亲方泽 面线跟里头出现两大男主角 不只有大肠 还有一块块高成本的 大块Q弹肉根 一碗却只要40元 可别小看它哦 这碗面线跟在台北市大大有名 但却隐藏在巷弄间 听说有人为了能吃上一碗 花上半小时寻找 一夜甘愿 看来要找他得发挥柯南 追根究底的精神哦 阿姨 这就是桐安街有一个没空放的面线跟在台北市大大 阿姨 这就是桐安街有一个没空放的面线跟在台北市大大 超级 不好意思 我找一大地 这将会没有空放的面线让什么 没空放的面线 nova你要逃或逃跑着把它们跟在台北市大大大生 靠着大家在地人帮忙 终于黄天不负 苦心仁 請問一下 這裡有沒空放的麵線羹在哪裡嗎 這裡在哪裡 總算讓我們找到了 瞧瞧這兒的外觀在住宅區一樓 鐵皮屋搭建裡頭有七八黑 只有陰暗的燈光 沒仔細看根本不會發現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間麵線羹不僅沒有招牌 而且我打過好多通電話給老闆 他都不給我採訪 現在我只能裝作是顧客 先來幫觀眾朋友試吃看看囉 走走走 老闆娘 我要一個麵線跟一個臭豆腐 這裡吃 哇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它跟一般外面的芋頭味道 感覺不一樣喔 它的麵線很濃稠 而且還加了肉更美好 好好吃喔 為了更進一步打探店家的經營方式 看來得拿出殺手劍跟老闆娘刮甘錢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用招牌啊 一開始就沒有招牌了 阿伯在做的時候就沒有了 那一開始用推車的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 然後之後就買來這裡才開始 就這樣一直做了 那沒有想要用招牌喔 沒有 不想 為什麼會不想 我不知道 因為我來就是沒招牌的 這份麵線跟的美味傳承了三代 也傳承了低調個性 我們再三拜託下 老闆娘終於勉為其難 讓我們在店門口拍攝 用餐時間門口停了一整排摩托車 大家通通都是問了 就碗麵線根而來 因為吃過一次之後就上演 然後就想到就會常來 麵線根多到幾乎快滿出來 不僅有大腸還撒上大把的香菜 裡頭還有超過五大塊肉根呢 但一碗卻只要40元 一入口瞬間滑進嘴裡 甘甜濃郁的香氣 連84歲的老伯婆都吃得津津有味 奶奶你幾歲 法式十歲 八十四歲啦 那你喜歡吃這個麵線根是嗎 喜歡吃 為什麼喜歡吃 我們北方都吃這個 好吃嗎 還可以 不過想要一嘗這樣的美味 還得通過這一關 先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因為這附近全都是紅線 停車位 以味難求 東張西網 然後很急著吃東西 這樣 一天可以賣上超過300碗的麵線根 美味秘訣在哪兒 我們再負著臉皮來問問 賬廚的老闆 老闆 借我們訪問一下啦 老闆 借我們訪問一下嘛 為什麼不要呢 不要上鏡頭 來這兒廢吃不可的 還有這個用特製乳包 滷上半小時的臭豆腐 臭豆腐身上有好多洞孔 彷彿會呼吸一樣 吸了飽飽糖質 還有這皮包線多的QQ肉圓 選用的是有嚼勁的豬後腿肉 端端的口感 還帶著濃濃古早味 盡管這間麵線根老店 沒有招牌 沒有黃金店面的加持 靠著便宜 用了實在 一樣可以在競爭激烈的台北市 闖出名號